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多久你没有听过 忘记了只是片刻 会一辈子一辈子都记得 你心比冲动晚来太多 学会珍惜却发现爱不见 那天真的誓言 和当时坚定的执念 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心愿 别说不出口就越会难过 任性之事害怕失去更多 分享悲喜的两个人 最美好的也只是经过 越放不开手 越会执着 相信爱 认真就能结果 又是心贴心的承诺 到最后 也背对被沉默 也背对被沉默 可是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你就永远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只会成为你梦想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若干年之后 只会看到彼此身上全部的缺点 奶奶跟爸爸的离开让我明白了 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我希望我们俩的回忆 就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 我希望我能看到你实现梦想的笑脸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能成为你的教会 转身说爱你 还来不来得及 再会的曾经 再一次对信 我们说好的一切 后悔这半天 忘记了最初的美 原来发现爱就在身边 原来发现爱就在 小玉 我想跟你聊聊 进来吧 坐 小玉 小玉 对不起 我为我为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 向你道歉 我不该那么冲动 我不该连累你 连累了爸 都怪我 对不起 姐 别这么说 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不好过 我理解你的痛苦 要不要 我去找姐夫聊聊 不用了 不用了 她现在根本不接我电话 连门锁都坏了 谈什么 最让我恨的 是那个小三 她明明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 还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她凭什么呀 姐 那你的是谁呀 她 她跟姐夫怎么认识呢 她 她叫沙莉 是你的同事 她继续待在夫君的身边 也会慢慢变得像我一样 眼睛看不清了 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进去 自以为是的伤害成为所有的人 直到一无所有 沙莉是那个小三 是 姐你别哭 我去找沙莉说说 不用了 像她这样的女人 如果要脸 就做不出这样的事 姐 别哭了 为这样的人哭不值得 现在这个家 就剩咱们俩了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不会让别人看不起你 但是首先我们自己得坚强 我们要让别人看看 没有男人 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聊什么事情还要聊那么久 要是我都不好意思过来 算了算了 别背后说人坏话 破坏人家家庭也就算了 还好意思在公司横鼻子竖眼 是 兄弟 你要这么说杀姐 我可不高兴啊 不说的话我会憋死 谢谢你的咖啡 下午朗次的案子开会 讨论提案的问题 你们事先准备一下 我一会把资料发给你 好 厉害 好 看你最近没休息好 喝点涼肠 谢谢 怎么样 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处理好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随时告诉我 不用了 谢谢关心 沙利那边 我也跟她谈过 她说 一开始她真的不知道 那个男的神尼姐夫 所以 能不说这个了吗 我爸死了之后 我们家没有人关心这个 如果你有时间 陪我起朗子的门面店转一下 既然要做女装品牌 就要了解客户 对当季新品的感受和看法 有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好 你要去的话随时叫我 好 楚昊 你刚才跟沙姐聊什么呢 聊了这么久 她没事吧 你说重点好不好 你刚才看见李明玉的样子了吗 剑拔弩张啊 我当时真的以为第三次 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样 谁都不需要我感到 明玉她亲人离世 心里一定不好受 杀戒也一样不好受 感情被骗 人才老实 她也是受害者 以后在公司 以后在公司里谁都不要提这个事情 好吗 都是你 都是你 现在公司的员工看我就像脏东西一样 人家李明玉现在占了上风 我就像国家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他们那是羡慕 嫉妒 嫉妒你的才华和能力 我不早让你辞职吗 你干嘛还挺心留职啊 你说辞职就辞职啊 从普雷创建到现在 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于楚昊那个富二代玩票 我跟在后面累死累活的 为了这个公司 我 我浪费了多少青春啊 你现在让我净身出户 这不等于 我把我的心血和汗水 拱手相让给李明玉啊 我才不敢呢 可是我就是不想看着你 看着你被他们欺负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走也可以 我走之前 要狠狠地捞他们一笔 普雷现在写了一个大案子 客户开价是三个亿 让我们策划为期三年的营销权案 这里面资金最多的 就是媒体购买 买广告时段 那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你有什么想法 客户指定了 购买的电视台和时段 只要我们抢在于楚昊之前 把这些时段买断 我们就等于插住了他的脖子 他就必须要履行合同 必须要购买这些时段 所以 我们买多少 他就得出多少钱 可是说来说去 也得先拿到 客户指定的广告时段才行 要不说什么都白搭呀 我为什么要停薪留职啊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怀疑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我之所以能够告诉你 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个U盘里 有所有客户的媒体数据 包括接下来三个月的 时段表 和广告播出的时间 你不是创业缺资金吗 把这些时段买下来 然后转手卖给于楚昊 让他白忙活一场 钱不就到手了吗 亲爱的 高 实在是高 你不仅高雅 而且高端 连商战的招数 都用得出其不易 太好了 在商场上混 你还早着呢 跟我多学两场 那是 来 我还生着气呢 罚你一个月不许碰我 啊 又替你做宝 又替你还钱 你这小子呀 交到这个兄弟 算得赚到了 对了 如果你还有需要 可以再找我 看在你这个兄弟的份上 所谓的 有点 是 这小子 我还没想像 你 是 他 你 我 你 你 是 是 我 你 是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对不起啊 陈希 前往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不用道歉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奶奶如果还在 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陈希 如果你真的为我好 你就不要再帮我找理由了 我每次都说不用你帮我 不用你帮我 可是到最后还是得需要你帮我解决 我真的不能这么下去了知道吗 我真的想和你一样 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 这样别人才会觉得我值得依靠你懂吗 为了贝美 他今天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躲在屋里不出来 陈希 我真的担心卑贝这么下去的话 会得抑郁症的 好 贝贝 贝贝 快点快点快 快 快 好 好 好 很好很好 看这里看这里 看这边 眼神 好 你怎么搞的这么没用 快起来 这个表情不错啊 好 来 看一下 有意思吗 好 算我们成功 好玩吧 起来起来 快起来吧 快点 哎呀 两位请看这里 我们在这儿精挑细选 致力为都市时尚女性 演绎高贵优雅 从容至美 彰显智慧的形象 并倡导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这一款呢 是我们公司最新主打的新款 同样是体现了时尚和高雅风上的一种结果 请您看一下 好 我大概了解了 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提案 到时候再来跟您沟通 好 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我们会随时配合 这里的衣服都是我们的新款 希望你们多看看 对你们的提案会有帮助 好 谢谢 谢谢 拜托 你觉得这些怎么样 你觉得这些怎么样 既然是客户这季的主推品 那一定要在广告中好好表现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适合你啊 时间差不多了 回去开会吧 明云 饿不 饿不 喂 十二点 你都没吃早饭 吃点东西吧 我们随便买点回去吃吧 我知道这附近有家餐厅 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十分钟之后开会 好 回去点外卖吧 现在各位面前摆的是朗兹这一季的数据 我希望大家用最快的时间消化 两天之后开会讨论斯罗根的构想 好的 对 戴月痞子 听到了吗 正在消化 是 长官 小郑还在忙上一支片子的后期 那这次小文 你来当制作助理 随时跟我和导演确定进度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这份掌握应该我来负责 小李 你来负责找摄影师 可可 你来负责书画 最好是找摄影师之前合作过的 有什么问题跟小李确认 我希望大家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都能带着各自的斯罗根和构想 最少十条 好好好 好的 你去吧 进 忙什么呢 没什么 经纪公司刚把最新的模特资料发过来 我给他们回邮件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干的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缓一缓穿口气 对了 预算表我刚做了一半 一会儿就可以做完 等下拿给确认 我还没保存呢 你带我来这干嘛 不要用风险的工作 去逃避理书过世代理商 我没有逃避 我现在很好 不用你操心 不要再进去逃避了 你这样 没有用的 不要指望疯狂的工作 可以逃避 遗书过世代理的巨大伤痛 你或许骗得了别人 但你没有要 你在演戏 演一个无情感的 不把任何情绪 放弃工作的女强人 你一直在压抑自己 不让自己哭 我没有压抑自己 也没有不想过 我是哭不出来 不管我再怎么难过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就是哭不出来 没关系 如果哭不出来 就用喊 所有的情绪 所有不满的压抑 对着大海通通喊出来 大海会听到的 像我这样 迎着海风和波浪的方向 敬礼的呼喊 妈妈往后想你啊 爸 我还想你 喂 喂 你喊不让你摸下水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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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你还好吗 谢谢你和阿庞乌鲁做的一切 没事 你最近 还去找个小玉吗 我以后 应该少去找她了 为什么 因为她说 我们俩 根本就是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就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不会相交 其实小玉说得没错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只知道怎么对自己好 只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什么 但是 在爱情的世界里 这是远远不够的 要懂得去给对方 想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为另一半 牺牲和付出 也不敢奢望 能让小玉理解我的梦想 说白了 我根本就不懂得 怎么样去照顾对方 又有什么资格谈情说爱的 对吧 爱情 不一定要自我牺牲才叫付出 其实你可以找一个 跟你有着同样目标的人 陪着你 一起往前走 这样你们在为对方付出的同时 不也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我欣赏你的梦想 也很欣赏你追求的生活方式 那样的你 看起来很真 很简单 你知道吗 你一说到环游世界的时候 整个人就好像会发亮一样 我一直都很希望 我一直都很希望 自己能够在你的身边 扮演一个 可以陪伴你实现梦想的角色 就算小玉 她不愿意陪你去航海 那条船 你还是会替她预留一个位置的 就算她不喜欢你 在你的心里 你还是会留一个位置给她 那个位置 是我无论如何也争取不到的 现在小玉她拒绝你了 我又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能看着你实现梦想 默默地给你祝福 希望你环游世界成功 也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 懂你的梦想 又很爱你的人 其他的 我已经不再奢求了 谢谢 楚昊 出状况了 怎么了 客人指定要的广告时间段 被人抢先买走了 咱哪儿谈生意呢 干嘛老板这个脸啊 我原本以为 你只是那种靠女人吃饭的男人 没想到 这种敲诈勒索的小伎俩 你也很擅长 就算是小伎俩的话 你也得乖乖地买账 有本事你别买啊 你笑什么 我笑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你知不知道 李叔其实是你渐渐害死的 你不但没有半点后悔 还在这里这么嚣张 我害他什么呢 他那天跳河的时候 我乖乖在家看电视 如果我是凶手的话 行啊 你可以告过去 我告不了你 法院没有无耻这样的罪名 好 没问题 你尽情地骂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等你骂完了 还得乖乖地淘气 你上回打了我一拳 我卖你三倍的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花这么多钱打人 是不是特有快感 要不然这样 你要高兴的话呢 你就多打我几拳 我呢 就出更高的价钱再卖给你 让你更爽 怎么样 你看啊 这钱的东西真是奇妙啊 不仅可以买东西 又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连你上次打我的伤 我都不觉得疼了 谢谢你啊 让我今天这么开心 咖啡我请 谢谢 怎么样 地球是圆的 风水轮流转 你说说 现在谁是赢家 你像不像个男人哪 怎么卖了一档气 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你有没有一点远见啊 我高兴的 是因为我争回了一口气 争什么气啊 这点钱对于楚浩来说 就是零花钱 你以为你赢了 搞不好人家就把你当一起干 但是 我都是照你的话去做的呀 给你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就把握不住呢 你不会多买几档吗 这点钱 给我买一个爱马仕的包都不够 就你这样还做生意 还出来开公司啊 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总得先试试水温 小心使得万年船 是什么水温啊 有什么可试的 当初你拿着戒指来骗我的时候 我还不是大把大把的给你花钱 我说过什么吗 我现在人才两空 里外不是人 你现在得了便宜卖乖 我才是阴沟里翻船 不是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种生意不太熟悉 总得慢慢来呀 你自己慢慢来吧 我还是找别人去投资 你呢就是一穷命 小家子烂市的 你干脆到大街上摆摆地摊 卖卖手势算了 别别别 好好起来的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好好地赚上一笔 行了吗 算了算了 还是别干这事了 就你这点魄力 等你赚到钱的时候 我已经进养老院了 怎么会呢 我一定听你的话 好不好 那你说我不听你 我听谁的 好了 哎呀 我不都说了吗 罚你一个月不许碰我 嗯 你现在变得好专业呀 你现在变得好专业呀 你熬夜加班也可以像我一样专业 这两天 我把朗姿这几年的新品发布会 全部看了一遍 这样的模特儿 真心不适合他们 茗玉姐 现在都一点了 我饿了她也饿了 大家都饿了 不好意思各位 那先去吃饭 嗯 放饭 李茗玉 跟我过来一下 怎么样 觉得这辆车怎么样 挺好的 好 那这辆车将来就是你的 喂 李总监 你作为公司的创意总监 我几个小君就除了 一代表普类 广告公司的形象 我总不得每天看着你几只地铁 坐着公交去跟客户谈生意吧 嗯 现在公交都挺发达的 我愿意坐公交车 别误会 一 这辆车 不是我送给你的 这辆车还是公司的财产 如果将来哪一天 你不再不来坐了 还是要还回来的 第二 你作为公司的创意总监 我觉得 你每天从紧地铁坐公交中间 节省出来两个小时 给我写提案做创意 带来的财富可远远不止这辆车 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很愿意为公司赚钱 只不过 你该不会是不会开吧 小时 我教你 谢谢大家 小时 我就有礼貌 想不想认识一下 不想 那黄董的小儿子Cain 你知道吧 他刚继承他老爸的度假村 现在重新装修 弄得有模有样 想不想去看看 爸 你不要乱点鸳鸯铺了好不好 那你要我怎么办 人家宋晨熙他不喜欢你 你换个目标不行吗 如果这么轻易就放弃的话 那还叫真爱吗 那你这样强迫人家 就算他勉强和你在一起 那也不是真爱 我跟你说 人家宋晨熙是有骨气的人 你勉强不了他的 再说了 反正来日方长 我有的是时间 好 好 受伤了 难怪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你 我真佩服你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敢出来见人啊 我看客人不被你吓死啊 也被你吓吐了吧 要不要我让经理把你倒到仓库去 你就在那儿整理整理东西好了 别出来见人了 免得破坏我们酒店的形象 住嘴 爸 你冲我胸干吗 他是我的员工 他在这儿上班 代表我们的服务 你侮辱他 就等于侮辱我 平常你在这儿无理取闹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 你在大庭广众下 侮辱我的员工 这是把我的面子 放在地上才 万一客人看见 等于是拆了我的招牌 对不起 都怪我平常太宠他 灌着他的臭脾气 没关系 您刚刚说 我在这儿服务您的客人 是什么意思啊 没错 我是你的老板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我听同事说 董事长要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呢 没事 不过 你的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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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要不 要不这船还是别卖了算了 我去跟水哥商量一下 我看能不能给我涨点工资 要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想好了 把我那些潜水装备和板子都卖了 说不定能凑点钱出来 那点钱拿不得了这么大的洞啊 但是 我不能眼睛睁开你把船卖了呀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跟心血 不卖的话 贝贝的整形费就没有着落 游艇我们可以重新买 只要梦想还在 一样可以买艘新的游艇环游世界 这不是问题 只是我们要再努力几年 你说这个李明玉也真是的 现在都拍大广告挣大钱了 她怎么就舍不得出点钱呢 好 你就说她没钱吧 她那个富二代总该有钱吧 说不定给贝贝出医药费的钱 就相当于四个车轮子 人家有钱那是人家的事 再说贝贝是因为我们才受伤的 凭什么要别人来帮忙啊 总之先帮贝贝筹出整形费 其他的再说吧 我不要整形 我受伤 已经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了 我不想大家再因为我 打乱原本的生活 贝贝你想多了 我们刚才没说你的事 我们说上网的事的 你饿吗 我就给你卖点吃的 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贝贝 我们不想看着你 就这样一蹶不振 我们想看到之前的你 想看到那个快乐 自信的贝贝 那个贝贝就在你们眼前呢 伤痕就是伤痕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好 就算我接受你们的好意去整形 那我的脸能够保证 恢复原来的样子吗 我不想牺牲大家的梦想 去保住我这张脸 对 对啊 我刚受伤的时候 我是很难过 我甚至也想过逃避 不敢照镜子 可是到最后 逃避又能怎么样呢 我的脸受伤这就是事实啊 所以我只能努力地 让这些伤痊愈 我知道我自己必须走出这个阴影 别人怎么想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怎么看我自己 谢谢 谢谢你们最近对我的照顾 我今天已经回去上班了 一切都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可以的 晨曦 你的船可千万不能卖啊 你得像我一样 努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船被卖出去了 谁买的 快看看能不能取消交易啊 不行已经来不及了 这到底谁买的这么宽 现在怎么办 只能联系买家 跟他说我们不卖了 注意力集中 看情路况 我有驾驶症的 只不过 没怎么开过 你记得要常看后视镜 这边可以看到后面 但记得不要让后面的车 离你太近 现在可以慢慢加速 小心 地上要哼 绕过它 好 随时注意前方路况 没问题 这个怎么回事 好 拔稳方向盘 眼睛看在前面 拔稳了就可以了 好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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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停停 怎么了 没事吧 不好意思我走什么 没关系 我看 回头还是跟你配个司机吧 我先送你回去 我还有点事情 谢谢你 什么 被别人给买走吧 他一买就说半个月 我就要那个时间段 你卖给别人我怎么办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 让我自己想办法 你看你看你看 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你也不知道哪孙子买这么快 你说会不会有人 跟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跟我们抢生意啊 有门路的人 都知道这种做法赚钱 你不买别人就会买 就看谁抢在前面了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都已经被人买走了 想买都买不到啊 找那个买家 用高三成的价钱 把他买回来 高三成 时间总是停停走走 越在乎就也没有以后 站在分差的路口 想做还是要相拥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却拥有想奔跑的苛求 别对着光的邂逅 勇敢尽头终究还是 偏刻逗留 如果回到从前回到遇见 如果能淡了想念 只留一点 剩下的遗憾也 剩下的遗憾也 会有勇气去面对 回忆里抹不去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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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里抹不去的天